国足占平澳大利亚最大原因曝光 黄建祥一针见血 哈喽大家好欢迎观看本期视频 今天咱们聊一下国足聊一下国足的十字强赛 大家都知道国足呢可以说是在前五场比赛比方的非常差劲吧 完全有机会能够战胜阿曼队 但是因为李铁的换人也就造就能上平局 很多球迷也是对李铁的换人也是产生了很多的质疑 一时间网络上对李铁的下课声音也是源源不断吧 但是这次第六场比赛呢 李铁终于迎来了改变 可以说是所有的规划球员都上场了 四大规划全部上场 从整场比赛来看可以说是起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 之前也是有媒体人爆料 说是因为洛国富的体能不行各方面原因吧 也是因为洛国富的体能不行不能打手法 现在从这方面可以看出啊 包括洛国富阿兰埃克斯 他们的体能啊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他们也是坚持到第八十分钟才被换下场 虽然我们上半场的时候可以说是有点压力吧 也实在丢了一个球一个脚球丢了一个球 但是正常比赛看下来啊 中国队的比赛强度 包括对球的控制力 其实还是有所提高的 虽然我们的控球率还是不如对方 但是射门啊 包括射中的次数啊 双方都差不多 甚至呢 这个央视的名嘴 虚扬二 也是公开的表示 如果再给中国队十分钟 中国队是有可能战士对方的 所以说中国队平球的最大原因啊 还是在于我们的规划球员能够全部上场 我们规划球员上场之后呢 给弹活了中国队的进攻 之前我们是没有进攻的 我们只有防守 没有进攻 现在我们上规划球员上场之后呢 我们有了进攻 能够带动防守 所以说我们的最大原因 我们凭澳大利的最大原因 就是因为我们所有的规划球员上场 让中国队可以说能力啊 整体的提高了一个档次吧 可以去和澳大利啊 和这个日本去拜满守卫 你要是在名嘴呢 黄家强也是公开的指出 他也是认为啊 中国队呢 是完全有能力和亚洲的美克球队 去搬一搬手外的 只要是我们用好了规划球员 我们完全是有能力 去和澳大利啊 去和日本 去和沙特 去争议这个出现的名格 网友对于黄家强的说法 可以说是一人见血吧 我们为什么会达到如此差的境地啊 就是我们没有用好规划球员 我们太信任国内球员了 而却失去了这些真正有能力的球员 没有了他们上场 这就造就了我们如今的积分啊 如此的窘况 可以说完全失去了 阶级社会的资格 下半场呢 我们也是通过一个 脚球做成对方的犯规 然后追平了比分 可以说中国对正常比赛下来啊 可以说打得还非常不错 对商势澳大利亚 对澳大利亚还是非常强的 他也是 可以说他的亚洲啊 能够算上一六球队吧 虽然说是主场 我们能够在中立球场战屏 我们战平澳大利亚 可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成功吧 毕竟澳大利亚的很多球员 都在国外修理 所以说 从这一点可以彻底的看出 我们只要能够用好规划球员 能够让他们真正有时间 去为国家队打比赛 我们是完全有机会去出现的 我们平澳大利亚最大的原因 就是因为我们用好了规划球员 我们之所以我们用了规划球员之后呢 他们能够在场上帮助我们的这些中国球员啊 能够真正的串燃球队 提升战斗力 才能够获得了这一场宝贵的平局吧 让我们还没有彻底的失去进行世界杯的希望 所以说呢 我们也是希望在接下来的比赛中啊 一天能够真正的重视规划球员 能够真正的用好规划球员 我们也是希望官方队能够在 接下来四场比赛中啊 能够打出自己的风采吧 不管能不能进行世界杯 所以我们确实看到了这场比赛的拼紧 确实拼尽全力了 这场比赛确实为官方队点赞 一天呢 也是之所以就给 也是希望呢 在接下来四场比赛中啊 能够真正的 打出我们最后的一面吧 希望呢 中国队能够在接下来四场比赛中 能够打出一个比较不错的成绩单 好了 欢迎观看本期视频 到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уг